大家好,在各大游戏站纷纷关闭了下载之后 现在在网上想要涨到一些经典的游戏资源变得越来越困难了 有一些在网上收到的下载链接 在你完成下载之后,它甚至要求你少它的二维码 给它付款,才给你解压密码 这种网站都害人不前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游戏专用的下载器 其中包含36TB的游戏数据 1250款各种游戏 下载之后无需安装,直接点击就可以运行 并且支持自动更新 如果视频的内容对你有帮助 不要忘了点赞关注不迷路 首先大家可以在视频的描述中找到PCStory的下载链接 这个在国内也被称作蘑菇下载器 我们把它解压到灯前的位置 解压后无需安装 你可以把它直接剪接到任何一个你想安装的路径下 就可以完成安装 我们点击来之后看一下 我们点击这个PCStory这个图标 第一次运行会让你设置一些系统配置 第一个主要是游戏的下载盘符 我们来选一下,因为我只有一个盘 我就选到了C盘上面 下载的限数我一般都是选择到最大 其实相当于就是不限数 可以跑满300兆左右的带宽 下载的任务数是 如果你同时下载多个游戏的话 那么你同时下载几个 这个可以根据大家的需要自己选择就可以 然后注意下面这一行小字 请在路由器上映射本机的9927端口 这个操作如果你不做的话 很有可能会导致你的下载没有速度 或者是下载缓慢 那么这个怎么做呢 如果你是直接用电脑拨号插网线进行上网的话 那么你就不用做任何的操作 相当于已经做完了映射 因为你就没有路由器嘛 如果你用的是彭博士这种共享带宽的网络 那么你就是没有拨号 直接插上网线就可以用的这种 你是做不了这个操作的 因为这台路由器是在人家这个运营商那边 它是不会给你做映射的 这个你是无解的 那如果你是正常的像移动联通电信的这种宽带 需要你去登录你的路由器的后台 登录后台之后我们要做两个操作 第一个是将你的电脑分一个固定的IP 因为通过路由器上网的话 你有可能关机在重新连上路由器之后 你的IP地址就换掉了 所以要找到IP与Mac绑定这个功能 进到里面之后 找到你当前的这台机器 然后将它进行绑定 点击右边的加号 那么就是一个已绑定的状态 然后我们看一下下边的IP与Mac绑定的设置中 我这台机器就添加进来了 那么不同的路由器的设置方法是不同的 大家要根据自己的路由器来进行设置 绑定完IP之后 我们要记住自己机器分配的IP地址 我的这个分配到了114 我们把它复制下来 然后我们进到虚拟服务器中 将自己的主机的端口暴露出去 我们点击一个添加 我们看一下 它要求我们暴露9927端口 那么外部呢就是9927 内部也是9927 IP地址是刚才我们分配的这个114的这个IP 那么你根据你自己的情况填写就可以 而且它上面也看了这个协议是TCP 我们在这里就选TCP就可以 点击保存 那么这个设置工作就完成了 也就生效了 设置完成之后 直接点击确定 就可以保存成功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蘑菇下载器中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非常多的游戏 从右上这一个地方可以看到 大概是有1251个游戏 36.35TB左右 那么这么多的游戏 如果你去手动挨个去找的话 那是很费劲的 所以在这里直接搜 比如说我们找 加到 我们看一下它都哪些版本 那么大家注意备注这一行 如果写的是免费版的话 那么你就可以免费玩这个游戏 当然这个游戏它本身是没有免费版的 都是付费的 那么这个免费的意思就是 你懂的啊 这个就是你可以不花钱就玩 那么看一下正版付费的这个选项 正版付费的 它要分平台的Steam或者是APAC 那么这两个就是你要在对应的平台上购买了 才能够进行玩 所以我们一般来说 你就找一个免费版 然后爽一下就可以了 散掉就可以了 如果你喜欢的话呢 那还是建议大家去支持一下正版 我们随便找一个小一点的游戏 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比如说成果邻居 我们在这个游戏上点击右键下载 那么它让你选择下载的盘幅 你自动的话呢 就是你刚才已经设置过的 或者是你可以手动指定 点确定就可以 然后我们看一下正在下载 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你正确的映射了你的端口的话 那么这个速度还是非常不错的 那么这个速度还是非常不错的 好当下载完成之后 我们在本地游戏这里就可以看到 我们已经下载好的游戏 那么这里也可以找到游戏的位置 那么我们看一下在C盘的更目录下 我们有一个My Steam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我们的 刚刚下载的成果邻居 那么怎么玩这个游戏呢 所有的游戏 你都可以在本地游戏中 点击右键打开目录 这样就会把游戏的目录给你打开 那么不论任何一个游戏 你都点击这个蘑菇图标 就可以帮你启动这个游戏 好了 然后游戏的内容我就不给大家演示了 我们就推出来 到这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来下载游戏进行游玩了 本期的视频呢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不要忘了点赞和关注 我们下一期再见